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966的普瑞在今天诞生了 你看最高一度来到1020 好 那我们也跟各位讲过了 既然千金股一档接着一档来 那就告诉各位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大多头的一个格局 甚至于这样的一个行情会一路的走到年底 当然我也必须要强调 因为毕竟整个大多头的格局是纵使的 从现在一路走到这个年底 也不可能是天天涨 尤其我们知道说下个礼拜 又要面对到四天的一个端午的一个长假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整个盘面 整个盘面追价的力道并没有特别的积极 拉上去就压回来 拉上去就压回来 有没有 好 那来回震荡 最后是小涨一点 不过即便只有小涨一点 不过就目前整个成交量怎么样 整个还是守稳在五日线之上 十日线之上 好 那另外月线持续的往上扬升 所以代表整个多头的架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 现在只是插在一个这里 6月11号的这根黑棒 它需要时间来做一个克服 那另外我们知道说四天的一个长假 等到四天回来之后 当盘面没有这个长假的效应之后 整个追价的力道又或者买盘 它也会比较积极 所以到时候去突破11771的 这样一个机会也会大大的提升 但是在这之前 当然今天已经收盘了 所以下个礼拜还有三个交易日 我认为了 应该不会脱离这样的一个 挟浮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既然是一个挟浮震荡 那我说过盘面 那必然就是轮动 轮动你就要注意了 整个节奏的一个掌握 那就必须要十分的准确 好 那又该如何来掌握这个节奏 就好比说记不记得 从过去到现在 至少我讲了两个月了 至少我讲了两个月了 什么 目前盘面的主流 当然所有的股票在大楼头架构之下 大家都有机会涨 大家都有机会轮到 只是涨多涨少 但是做股票 本来就是要做涨多的股票 涨少了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如果说以目前我认为 能够涨的比较大 空间比较大的 不外乎两个族群 一个电子股 一个就是生计股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阶段的操作 你只要掌握电子生计 双核心双主流在轮动 你只要掌握到这个轮动的节奏 你必然就会是盘面最大的一个赢家 好 那至于说这个节奏该如何掌握 我这样说好了 记不记得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也跟各位讲过 生计股在昨天 已经爆出了怎么样 成交量的占比 占整个上柜的一个 所谓的成交量的一个比重 已经超过30% 甚至于接近40% 这就过去是历史新高 既然是历史新高 代表太热了 一窝蜂的 因为随着疫情又上升了 所以一窝蜂的都往生计股去走 当然我也告诉各位 生计股是我看好的主流股之一 所以我当然还是看好生计股 只不过当大家一窝蜂的 往生计股去做一个 所谓的追价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去控管你的风险 我说过了 我做股票 我向来不喜欢怎么样 一窝蜂的跟市场怎么样 做同样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样你绝对赚不到大钱 所以你看 昨天我才在讲生计股过热 今天你看看生计股 昨天生计股很强 旁边上20几档涨停板 有没有 可是你看今天 当然生计股还是有涨停的股票 可是相较于昨天有20几档涨停的股票 今天是不是少了很多 甚至于还有一些出现的跌停板 又或者 上上下下洗刷了是非常厉害 就好比来 你看这场合适 一开盘 涨停 对不对 后来 打到跌停 那跌停锁了两个小时之后 再一拉又拉到涨停门口 然后尾盘再给你一踹 又踹了半根停板 这一个股票在一天四个半钟头里面 上上下下来回那么多次 投资朋友 如果你买了就这种股票 今天涨停一下跌停 一下又快拉到涨停 以后后来又跌半根 你的心情会不会 随着他的股票一下涨停 一下跌停 你一下在天堂 一下在地狱 就这样来回的搞了很多次 那投资 这给我告诉我 这个这么惊醒 有必要像大怒神一样 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吗 那除了何氏以外 你看何康生 大家一直在追逐 追逐的一些 包括疫苗 一些试剂的 你看今天一开盘 连高点都没有 就直接打到跌停 有没有 就直接打到跌停 那还有谁 不是因为疫情 大家在追什么口罩股 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开低之后 你看还有没有高点 没有高点 如果你是追在昨天 你说我今天等到反弹 我再来卖 请问你要谈去投了 一开低就一路往下打 甚至盘中一度 还打到跌停板 有没有 那你说这档股票还是涨停板 对啦 它还是涨停板 可是这样上上下下的过程 你受得了吗 我说过做股票 它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赚钱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对不对 那既然做股票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不要把它搞得自己太累 你看嘛 你看嘛 你股票做得这样 你今天你的心情会来回 云端跟谷底 你要来回几次 你告诉我 有必要让自己 搞得这么惊心动魄吗 没有必要 所以当大家在追逐生计股的时候 我说过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样 两个嘛 一个属于低位阶的 他还没有大涨过的 又或者经过整理过的生计股 你趁着在低档的时候 还没有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嘛 对不对 那另外 生计主流双主流在轮动 那当大家一窝蜂的去追生计股 电子股就会被冷落 那电子股被冷落 他终究还是主流股之一 所以终究未来生计股要整理的时候 电子股会再起来 那你要等到他再起来的时候 你跟着全市场再去一窝蜂的追高 还是趁他现在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 你针对那些被错杀被低估的 对不对 还有一些 可能整理到末端的这些股票 你趁着大涨之前再一次启动涨势之前 你逢低买 买的安心买的轻松 你说未来弹上来 你会不会赚得最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嘛 同样做生计股 这种对不对 惊心动魄 惊得要死有吗 来 你看一路走过来 我不要跟你讲太久远的历史 我都讲最近 大概从六月以来的一个操作 有没有 你看这一档台康生计一样 当时大家在追逐 什么疫苗 什么高端疫苗 又或者一些锐基的时候 我说过 我们干嘛去跟人家一窝风去追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老早在还没有起降之前 我就帮各位掌握了 锐基 我五十几块就告诉你 高端疫苗 我四十几块我就告诉你 对不对 而且我们都是带着会员 超多的第一时间 就带着各位买金 有没有 所以当大家都在追逐那些 已经涨到天外天 涨到涨翻天的股票的时候 我说过来 我们来寻找这些有相同题材 有相同题材 因为你说要讲世纪 锐基是世纪 他也是世纪 锐基能够大涨 他能不能大涨 对不对 一样疫苗 高端疫苗是疫苗 他也有疫苗的题材 所以他还有双题材 人家一个题材可以涨翻天 他有两个题材 有什么理由不涨 所以我们要趁他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们在怎么样 起涨前安心轻松的买进 然后在他发动之前 再加码 这样一泼上来 你看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五天的时间 从四字头涨到六字头 短短五天的时间 涨了超过四成四十四趴 这样会赚不到吗 这样有赚得比人家慢吗 最重要的一点 我说过做股票 要是很开心 很 对不对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惊心动魄 来 你在这边买 你会不会害怕 而且它是一发动之后 一路的往上 有没有 一路的往上 你会不会像这样子 一天来回给你赚到一边 一颗心气上发现 会不会 不会 那相较起来 你看我们这种做法 是不是除了能够赚得多以外 你还赚得安心 赚得开心 有没有 然后高档轻松的出一趟 那你看台康生 当时在高档 我们出完一趟之后 压回 现在在这边整理 等它整理到末段 我说过基于分段操作的理由 基于电子生计 双核心在轮动的理由 我们随时会把它买回来 是不是操作起来 开开心心的 轻轻松松的 来 大江不也是一样吗 起涨前 连续的买进加码 一波段上来 你说你会不会紧张 你会不会惊心动魄 还是你赚得非常的开心 一样高档出一趟 等待下一次的买点 甚至于 对不对 大家在追什么 新药股 我们买了生药股 来 上个礼拜 6月12号买进了永新 有没有 你需要追高吗 你需要追高吗 当时30出头 你需要追高吗 没有买在这里 可以买在这里 没有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不管你买在哪里 当天收在最高 你已经先立于不败之地 更何况后来永新涨到哪里 后来永新一口气 从当时30出头 一口气涨到怎么样 涨到昨天的高点 已经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42块半 从当时的30块7 一路涨到42块半 短短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你会赚得比人家少吗 最重要的 你在起涨前逢低买进 不追高买得轻松买得安心 你会像这种股票 惊心动魄吗 会不会 不会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升级股 我们的做法 是不是就稳健 而且让大家开心很多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我说你还可以选择什么 你还可以选择 现在被忽略的电子股 大家一窝蜂的在追升级 那电子股你就可以好好的把握 所以我说包含被错杀的 被低估的 还有什么 还有整理到末端 那什么叫被错杀 什么叫被低估 当时我告诉你 6232的 6532的瑞云 很显然是被低估的股票 有没有 那你看 后来一涨上来 现在在这边整理 对不对 当时你看 最低点一度还来到72块 短短两天的时间 一发动来到85 那创高之后稍稍的整理一下 这也没有什么好大不了的 我认为 因为毕竟他有获利 有趋势 还具备嘎空题材 我认为 这随时都还会往前坡的高点去做挑战 好 那这个就是被错杀的 那还有一种是被低估的 什么叫做被低估的 我一再的告诉各位 这一档准千金的私房股 这是目前业内法人锁定看好 普遍认为 他至少有千元实力的一档股票 当时这档股票 我在介绍给各位的时候 先不讲说在一个月两个月前 我就告诉各位 台股有七千金八千金 其中有一档 甚至于离千金还非常的远 只有四五百块 有没有 姑且不讲那么远 就讲说上个礼拜 有没有 我有没有在这边预告 新的一档 法人最新锁定的一档千金股 准千金股 它即将要发动 所以你喜欢做高价股的 你的资金部位够大的 我还开放让各位来做登记 有没有 我让你在大涨前 充容的买进 而且我说过 让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我带你先赚了再说 有没有最新的准千金的私房股 然后上个礼拜 你自己告诉我 在这边 在这边 你需不需要追高 你需不需要追高 当时是不是才五字头 有没有 那你这边买的金钟买的安心 除此之外 你看到了这个礼拜 沿路加码加码再加码 来 6月16日会员买进准千金私房股 17日会员持续买进准千金私房股 甚至于到了18日会员空手的继续买进准千金私房股 有没有如我刚刚所告诉你 除了在这里先卡位以外 沿路我们都还在加码 尤其18号 来 讯息出去什么时候 9点钟 我盘钱我就发了 所以9点钟会员收到神是9点钟 9点钟在这里 一开盘在这里 有没有 当天涨停板 这昨天 昨天涨停板 今天 今天继续在创高 今天已经来到七字头 上个礼拜我要你来预约来登记的时候 五字头 现在七字头 当时在五字头的时候 你们都说 有可能 让准千金股 是光一根股价来到八字头 九字头插那么临门一脚 就要变千金股 那谁叫准千金股 那你这个 才在五字头的股票 你说是千金股 你这个可能有太碰烹 对不对 你可能有夸大之鱼 但是我就告诉各位 我就如果说你的看法 你的市场 你的一个眼光 都只跟市场一样 来到八字头 九字头 你才认为它是千金股 当然八字头 九字头去买 后来涨到一千 你还是赚了 可是如果说 你能够在一档 有具备千金实力的股票 你在它五字头的时候 你就先卡位 先布局 后来随着它的股价 从五字头一路涨到了一千块 甚至于超越一千块 你赚的能不能更多 你自己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当然 在五字头的时候 就告诉你 它具备千金实力 我说这也不是随便喊一喊 我说这是目前业内法人 最新锁定看好的股票 普遍他们都认为有千金 至少有千金的实力 你说法人是随便 凭感觉买的吗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来 系列 这边我给你讲的 系列今天多少了 今天系列又创高了 今天系列来到哪里 来到一千九百零五 昨天大摩才刚调高 他的目标到一八八零 今天 好像俗人不俗丁 汇丰 汇丰证券 一样是外资 汇丰证券 一口气给他调高到两千四 好像在比喊价一样 对不对 好那不管一千九 一千八甚至于两千四 我都乐观其成 因为 这个系列本来就是我们看好的股票 这个当时不到一千块钱 我们就跟各位介绍过了 对不对 所以法人对他的看法 我都尊重 而且我也乐观其成 好那重点 如果他能够 不管是一千八的大摩看法也好 一千九现在的股价 又或者两千四 汇丰证券的看法也好 我们昨天也拿来 他跟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来一个超级比一比 有没有 来 我说去年系列赚25块 今年第一季系列赚7.67 五月营收年增越减 毛利率50% 寒息7块半 这都是相当漂亮的数字 对不对 可是我说过了 你跟准千金私房股来比一比 准千金私房股跟系列一比下来 超级比一下来 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是完胜 同样的是一个年增 他增17 我们增74 他越减我们还是越增 有没有胜 来 那我们再来看 去年赚25块 有没有25.83 来来看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赚多少钱 有没有看到 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多少 28 一探25块 一探28块 赚的比他还多 他现在1900 他现在1900 这档股票当时我告诉你 只有五 只有五字头 当时我告诉你 他有千金的事情 你们都不相信 那你看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现在已经来到七字头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五字头变七字头了 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已经涨了将近200块 那现在已经往千金 已经跨一大步出去了 你相信了没有 有没有那种感觉出来了 可是你看 你买在五字头 当然你现在七字头去买 到一千块 还有相当的距离 可是如果你买在五字头 不是更开心吗 是不是越早相信我的 你越早跟上我们动作的 你就能够赚得越多 对不对 所以在进广告之前 我还是这么提醒各位 这是一波绝对的大多头行情 会从现在一路涨到年底 竟然会从现在一路涨到年底 代表 我不敢讲家权指数 它一定会破一万两千点 它一定会破一二六八二 但至少随着千金股越来越多 代表这就是一个倍数行情 系列涨几倍了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一档 我说的准千金四方 从五字头涨到未来 涨到至少有一千块的实力 是不是也是涨倍数 那如果连这种千金股 都能够涨倍数 你认为一些中低价的股票 涨倍数的股票 涨倍数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就更大了 那这样的行情 你该怎么样做 你该怎么样做 趁着广告时间 好好想一想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今天是一个开心的周末 为什么因为今天台股诞生了 怎么样 第五档的千金股 你看这一档 4966的这个普瑞 在今天的高点已经来到1020 好那随着千金股越来越多 我也跟各位讲过 现在已经有五档了 那后面市场现在普遍认为 还有两档准千金 一个是违影 6669的违影 对不对 一个是6732的这个生加 都在八九百块 当然这绝对的准千金股没有错 但是我说除了这些 大家所公认的以外 还有一个是目前市场多数人不知道 可是在业内法人 他们却持续锁定认为 他具备千元实力的一档股票 当时我在上个礼拜 跟各位预告的时候 这档准千金私房股才五字头 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到 这一档准千金私房股 到今天怎么样 他已经来到七字头 在大家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从五字头涨到七字头 换句话说 才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涨了将近两百块 好但是我说过这只是开始 为什么 因为系列已经涨到一千九 而跟他超级比一比 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各个面向全部完胜 而且还KO他 我姑且不讲说 我们股价会超越系列 但至少系列一千九 你认为他各个层面都赢过他 你认为他股价应该多少 现在才这样子而已 当然如果你买了够早 你上个礼拜有来登记的 你现在已经大赚将近两百块钱 但是这只是开始 这只是开始 当然不过我也必须要强调 我说这只是开始 而且未来空间还很大 但是我没有说你就一路抱到底 就一路抱一路抱 不要忘了 我们的操作怎么样 你要懂得分段的一个节奏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因为股票现在轮动这么的快速 当某到一个关键点 你需要先出一趟的时候 你看前面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生计的 包含台康生 大疆 甚至于电子股头的细微 有没有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这些事物我们都是 赚了一段之后 该出一趟 有没有 避开修正的风险 然后等待下一次买点 我们再买回来 所以同样的这档股票 未来当出现第一卖点的时候 我们也会先出一趟 所以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当时你没有来得及在这边登记的 你没有赚到前面这一波的 你说我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了 但是你不要自己挑进去买 我再强调 你不要自己挑进去买 因为万一到时候 我短线我出一趟 你又怪我倒给你 这样对你就不好意思了 对不对 你就一样打个电话来登记一下 当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带着你切入 我会带着你切入 至于不习惯做高价股的朋友 也没有关系 我再强调一次 这是一波从现在 会一路走到年底的行情 重点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盘面的轮动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对的股票 把资金摆在对的股票 你就会大赚 至于该怎么掌握盘面的轮动 怎么把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应 你不要自己去猜 你不要自己去猜 我说过我的责任 就是带着你一起赚钱 如果说行情一路走到年底 当然我有这个责任 也要一路带你赚到年底 所以庆祝第五千金出现 庆祝我们的私房股 已经从五字头涨到七字头 今天我们的一个月 最低门槛到年底 我们今天再一天就这个假日 另外你在别人那边 做得不开心的 别人的一病 我帮你吸收 下个礼拜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审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